因屠城忘杀之故 这个屠城 就是曹汉他当将军的时候 他曾经屠城 这个在哪里呢 在《憨山老人梦游集》里面 有提到这一段 《憨山老人梦游集》卷二十五 《独义梦记》里面 就有提到这个曹汉 他当时呢 这个在率兵包围江西省九江市 就以前的江州的时候 因为这个守将福泽他被包围 后来被曹汉攻进去以后 他把他屠城 那后来他当然就是堕到地里面 去轮回当主 那在《宋十》呢 《建二百六十》里面 有提到开保二年 江州军教福德 雅将宋德明 聚成聚命 聚命就是违抗朝廷的命令 那么曹汉率兵攻打他们 攻打了五个月打不下来 就攻打这个江州 福德跟这个雅将宋德明 后来最后攻下来以后就开始屠城 屠城无教类 无教类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活下来 没有任何活口 没有生成活口在 总共杀死多少个士兵 杀兵八百 杀了八百的 那后来呢 后来他假装的说呢 要把那个庐山东陵寺铁楼汉向五百头 要印到军师去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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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